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你干嘛要阻止我啊 难道你不想名正言顺地跟我在一起 大王肯定是嫌弃海棠出身卑贱 既然我不能留在宫里 我真不如死了算了 等一下 你回来 你这是干什么呀 这窗户外面是走廊 你跳下去我不会死 你倒不如去高一点的地方 去城墙那块跳 你放心吧 大王既然已经叫你留在宫中 你先在我这儿这样待着吧 但海棠是为了大王而来啊 若不能再跟前侍奉的话 那我留在宫中还有什么意义 我知道 我知道 不过 你刚刚编的那个故事啊 实在是太逼真了 那 那是我 总之啊 你刚才的表现 简直是无可挑剔啊 不过就是这奎木狼怎么这么不上道 看来啊 想把你送到他身边 得想其他办法 您好不容易精心栽培了海棠 不如就让我再去试试吧 男人嘛 不都是口是心非的 今日当着众人的面 大王不要我 我就不信了 闹到私底下了 大王还会对我无动于衷吗 好 我就需要你这种败者不挠的精神 本公主看好你 你一起先休息 我再想想办法 红霄 去送一送海棠 是 是 这个奇葩 一天到晚在想些什么 大王息怒 王妃之心昭然若结 这样下去可真不是办法 本王去找他谈谈 是 奇葩 李雄 你怎么来了 怎么了 干吗这么严肃啊 你能不能不要将那个海棠 再塞给大王了 你都知道了 也是 这个舞会搞得这么盛大 想必大家都已经传开了 他 但是你干吗要阻止我 难道你不想名正言顺地跟我在一起 我当然想啊 不过其实可以换种其他的方式嘛 我们要大度嘛 总不能让奎木狼一个人当单身狼吧 你放心我已经物色好了 这个海棠啊确实不错 可我看大王对着海棠根本就没意思 你又不是他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他对他们意思啊 说不定过几天这奎木狼就看上海棠 我们也算是功德一桩 可是 可是 好了 好了好了 我承认 我最近确实没有什么时间能陪你 我是想快点 把那个海棠塞到奎木狼身边 等我把这件大事完成了 好 我们再好好约会 好不好 嗯 哦 你 他 他 把整件大事 的 像 我 这么